不曉得各位記者朋友有什麼要提問的 提問,這個傳統置換半膜跟不有關嗎? 您是說傳統置換半膜 一般傳統上都是用手術 就是由外科醫師開刀 那這一項技術當然也很好 就是基本上發展至今 開刀的成功率相對上也都做得好 當然也都很OK 但只是會遇到的問題是 可能有的患者是不適合開刀 舉例來說,如同我們記者會搞的 跟上面所列的案例 他可能因為很多的年紀 必發症或是共病的考量 所以他手術風險過高 那又或者是也許患者的意願 有些患者他可能意願 覺得手術他沒辦法承擔那個風險 那如果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那用這種夾合的一個技術 他是透過倒灌的方式 就不是用開大刀的這種方式的話 他就是一種很好的一個替代方案這樣子 那假設說 患者假設他已經有製患過半年 然後大概使用年限快到了 那比如說十年啊 然後他可能需要再去做修補過的一次換 這個可以嗎? 對,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那就要看當初這個患者 在做手術的那個瓣膜 是採用哪一種方式 舉例來說,如果他是放金屬瓣膜 那可能這一種方式就沒辦法 那他如果當初患的是一般所謂的這個 牛性或是豬性瓣膜的話 那這種所謂的這種生物瓣膜 那這種夾合的方式呢 基本上我們現在不只夾合 這邊今天介紹的是夾合 金油刀管其實也可以用金油刀管的方式 再製患一個新的瓣膜 那這個方式就是可可行的 那當然也是要經過整個團隊停步之後 還有過去經驗的累積這樣 以上發生